西红柿炒鸡蛋的主料有西红柿 配料有鸡蛋 调料有米醋 鸡精 白糖 盐 葱花 第一步 将西红柿切成轨道块 将西红柿块钱放入攀中备用 将鸡蛋打散备用 把鸡蛋放进去炒开 倒入西红柿 用菜炒鸡炒鸡 十秒钟,爆炒 两个鸡蛋 放入大辣油 倒入鸡蛋 将鸡蛋煎好 将鸡蛋煎好 倒入 火锅放入大辣油 放入葱花 将鸡蛋煎好 然后放入洗红柿 放入白汤 四克 腌三克 鸡蛋 鸡蛋 如何 米醋 四克 adul 你 Pierre 他在鸡蛋 当鸡蛋煎好 感谢观看